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你还记得麻辣先世里的小梦吗 很多人对他印象深刻 当年他为爱走天涯 远嫁到泰国之后 没有想到传出婚变的消息 怎样 我就是跟哥哥这么好啊 昨天我们来一起洗澡哦 校园偶像剧麻辣先世中的小梦 个性潇洒 情形自然 让不少粉丝难忘 艺人范小凡因为这个角色 致命度大开 但2011年正值演艺事业巅峰时 嫁给了行销公司老板 婚后随夫定居泰国 淡出演艺圈 没想到现在却惊传婚变 照片中和老公孩子笑得开心 一人范小凡婚后育有两子 也经常在脸书上分享 和家人幸福合照 结婚7年却传出婚姻双变 平约媒体报道 范小凡老公风流成瘾 在泰国中国等地叫小姐 不只传出和上百位女性有染 甚至还有71秒的不雅影片 在网路流传 婚姻亮红但早在两年前 有迹可循 现在的工作常常都要出差 然后她出差一出去 什么时间出去 什么时间出去 什么时间回来都没有一个定数 2016年范小凡上节目 聊到婚姻生活 就提到老公经常出差 就连放假也都在忙公事 根本没时间陪家人 她回来之后其实看似 好像她放假 就是回来了嘛 可以陪陪我们 但是其实她多半都还是在 看电脑 看手机 然后忙着她自己的公事 言语间透露满满无奈 事件爆发后 范小凡在脸书上 PO出一张楼梯罩 内文写说人生就像爬楼梯 十二高 十二低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我是最勇敢的凡哥 也会努力奋战下去 似乎对婚变传闻 有感而发 不过自称范小凡的好友 却爆料她和老公 当年根本没在台湾 登记结婚 但本人尚未回应 婚变传闻 也让外界物理看花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 她老公也太夸张了吧 对 昨天晚上 三天两头就召妓啊 她这个是一段 就是在情色 这个三温暖里面 流出来的画面 在泰国的情色三温暖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 就真的是深色场合 然后有两个按摩女 进来那个里面 就帮她老公 这个叫Johnny的宽衣解带 帮她按摩这样子 整个拍下来 因为那是一个密闭空间 拍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影片流出来之后 竟然就说 有人提供给 这个报纸当独家 这样披露 所以这是一个 很有心的SOP 好 那我们再回过来讲说 当然就说 他们立刻跟 他也许有可能遭有心安社局 但他自己不做这件事 有吗 是啊 就是说 所以人家 人家就说 有这个影片提供了 然后第一时间 跟那个小孟 就是范小凡求证的时候 他就说 描述那个状况 描述那个影像 什么 好像有截图给他看 他就说 我在忙 但是他已经默认 是他先生的 现在这个事情 确定这个影片里面 确实是他先生无误 但是他出入这个场合 拍这样的画面 这样流出去 你想要做什么 他有被人家威胁吗 好像也没有 因为他们现在 没有被威胁一个状况 所以就说 他就是在那个声色场所 他拍这影片是 自拍吗 爽的吗 还是说 有心人把他拍下来 或说正好人家拍了 或说他以前的历史 黑历史很多 人家就是拍了之后 提供给 来独家报道 把他这个婚姻的假象 把他戳破了 有可能他有一些 什么感情纠纷 我们不知道 那难道范小凡 都不知道他老公在外面 三天两头召妓吗 其实 因为他这个婚姻 他已经就结七年了 七年了 他那时候是隐婚 结了大概两三年 才讲说 对 我就结了 因为这个人是我的 类似初恋情人 他们十五六岁就认识 但是因为这个男生 跑到加拿大去移民了 后来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 突然相见 才天雷沟通地火 他说他是主动 跟这男生求婚的 然后就后来就 台湾没有办登记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从小 十几岁是青梅竹马 后来分开 又在相遇 对 所以他那时候觉得说 这个人是我真命天子 我非要嫁他不可 其实他在之前 他很想嫁入豪门的 好 那就在一起 结婚之后 很快就因为老公的 广告公司 开地黑在泰国 所以他就跟着去泰国 这边台湾的演艺世界 全部都放掉了 到那边去 他突然越来越觉得不对 为什么 他觉得说 因为小孩子 蹦蹦蹦生了两个儿子 他常常讲说 很想去全家旅游 因为孩子这样很累 但是他说常常讲 旅游旅游的时候 老公都没有订机票 那有时候他觉得说 老公我真的很累很累 我们可以带小孩子出去吗 怎么样 三催事情 但讲了很久以后 才会突然说 好 那我们去玩 后来更越觉得不对 就是说 他老是觉得说 老公永远都在出差 我要去上海 我要去北京 我要去哪里 因为谈生意 可是出差也不知道说 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那他去住在哪里也不知道 所以小妍 对他自己老公的行程 难道真的都一无所知吗 婚病前有没有征兆呢 他现在的工作常常都要出差 然后他出差一出去 什么时间出去 什么时间回来都没有一个定数 所以我永远都不知道 你什么 你下个礼拜又要出去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都是要到了那边之后 就是他的工作的状况 大概要知道一个 后续的发展是怎样 才能给我时间 他回来的时间 那他回来之后 其实看似好像他放假 就是回来了嘛 可以陪陪我们 但是其实他多半都还是在 看电脑 看手机 然后忙着他自己的公事 就连我们在饭桌上 菜可能点 或者菜根本就还没有点 我们都已经点了 然后等他 然后点了之后呢 菜都上了 我们都开始吃了 他还在 其实女人有的时候 就是要那个三五分钟而已 其实就是老婆 希望老公回到家 平安回到家 其实有时候就是 家庭时间 对 就是要给 给我们一些家庭时间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要不然的话 就会越来越疏离 虽然说现在就是 资讯很发达 然后这些 这些智慧型手机 真的很方便 但我反而觉得 人心是越来越远 他说替他很心疼 心里都在滴血 其实他接这事情出来之后 很多他的好朋友 都上来留言你知道吗 他说其实这几年来 他自己带着两个小孩 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老公这个钱 打得很厉害 就是说他常常要伸手要钱 要很久还要得到 那小孩很小 一个才上大班 一个大概大概三四岁 那都是要花钱 所以在泰国那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 到处出去 他带着一个 在那边也没什么朋友 连向背景 对 非常非常辛苦 但老公又是 每天都不知道在哪里 你还要伸手拿钱 也是很久才拿得到 所以是很辛苦 结这个婚姻干什么 我觉得小木应该是 心里是有数 应该心里有数 当人家记者跟他求证说 这个情色影片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 你知道他怎么讲 他说我想知道 是谁抱的料 所以他会觉得 其实因为人都 尤其艺人很爱面子 他会觉得说 是谁要把我这个婚姻 假象戳破 他很想要知道是谁 是对方的 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吗 是这样吗 还说是我这边 哪个好朋友 真的有这么好心吗 他很想知道这个点 但是其实 其实可能是 他想象不到的人 但是就是说 这个人也是真的有心 他能够拿到这段影片 还能够给这个周开 给这个报纸灯 圈内有一个传言 是 说麻辣仙师 有所谓的麻辣魔咒 对啊 其实这样对起来 还真的是 你说小凡 这个我觉得是差不多了 小凡是小梦 对小梦 范小凡 他其实是差不多 因为以他的个性 虽然小孩这么小 但是他可能真的会断 因为他已经讲说 这个恶梦一场这样 但之前有一个叫 这个陆小曼 里面演 麻辣仙师里面 陆小曼叫杜诗梅 胖胖的杜诗梅 胖胖那个 当时他为了爱 他爱上一个潜水教练 他就去瘦身 瘦身瘦身 之后 事先方面上 这位好像要吐要吐这位 对陆小曼 他在里面很喜感 很有名 很可爱 他们跟潘伟博 他们很多对手戏 好 律师梅 他在里面叫陆小曼 他嫁了个杜水教练 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哇 这个好不容易 对不对 这个婚姻看来很幸福美满 结果不到两三年 他就讲说 我不行了 因为这个我老公 有家暴 常常回来之后 不高兴 会摔东西 会怎么样 然后朋友问他说 那有没有打你呢 他说他有速度 做事要打我 所以就是在 瀕瀕在家暴边缘 那这个杜思梅 这个陆小曼 他也是那种 很直率的个性 他就说 这个婚姻 我受不了了 因为我迟早 一定会被打的 我不想过那种 比今年的日子 所以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 他其实这两年 他在花莲 他常常往花莲跑 我们碰到 他说那也可以花莲 他开个烧烤店 原来他又认识了 另外一个 就是第二村 那第二村 现在能不能修成 真的 就是说 希望他可以 可以长久下去 那除了陆小曼之外 他里面还有个叫 万人美老师的 万人美 就是郭玉琴演的 那郭玉琴 大家就知道 郭玉琴也是有一段苦恋 你知道吗 曾经跟人家 尤卿的儿子尤昭文 相恋17年 然后订婚 大概也有 大概快10年了 但是在他们家 他做建席的媳妇 建席的17年 还是嫁不进去 建席媳妇做了17年 因为他的婆婆非常严厉 准婆婆非常严厉 就是你不能再去 上节目 上节目 你每天要做很多很多的家事 然后呢 大件事都不能让她的儿子去做 而且呢 大家都吃饭吃完之后 你才能够上饭桌吃饭 他有一次的导火限制 我们新家是这种规矩 是啊 他说很传统的啊 有一次的导火限制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准婆婆 就说在某百货公司 约在那边说 六点半 你准时要来帮我拿东西 拿这个礼物 要送给朋友 结果呢 因为他这个 郭玉琴在开车开车 收购头前 很难停车的 六点 六点三十五分 他才停好 可是也没办法停 晚了五分钟 延了五分钟 对 也没办法停了 那他发现说 他手机上大概有二十钟的留言 他准备不备已经卡来 说哪要不够 哪要不够 哪要不够 所以他就说 那我这样再绕下去不行了 就叫他老公 就叫邮渣婚说 不然你快下去了 妈妈的东西拿起来 就叫他老公下去 这事情不得了了 我跟你说过 我家就是 我女儿就不能做家事 你不知道什么 你还派我女儿来拿东西 你该死啊你 所以这事情回去之后 就闹翻了 那他就 他也就流干了 他觉得说 那我真的不要再过 这样的生活下去了 我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虽然十七年 断然就斩断了 斩断之后 后来又认识一个 虽然是姐弟恋 结婚了 但是后来他出来自己讲 他说这一段 疑似出现小三 因为是他老公的一个下属 常常半夜就传那个 暧昧简讯给他 他受不了了 就说 我不来离婚好了 离婚好了 你这样子 就说我工作这么辛苦 你还这样子 他们两个上节目 自己亲自这样讲 甚至于 离婚协议说通话好 他说 要怎么离啊 他说我的见证人 就要找那个小三 人当见证人 就要找他来 他说我要给我老公 一个很大的教训 我不能这样 就是不能纵容这种事情 后来 今后你看两个人 痛哭流涕 互相面对面沟通之后 好啦 就是给你一个教训